这个很香港啊 这一块真的 对 在香港弄一别墅 就不是一般人能弄得了的呀 有不卖的吗 有管理朋友都跑过来想想看一线 来到这里认出来了 对对对 就是很巧很巧 你们从哪里来啊 我从长沙来 谢谢啊 客气客气 大家好 我是潘空峰 好久不见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现在呢 是在香港的尖沙嘴 没错 这是一期久违了的逛前行节目 今天带大家来逛逛这个亚洲最大 也是最著名的香港通力前行 关于通力前行 我想很多朋友都会有熟自己的记忆 第一次印象中看到通力前行 汤壁这个名字应该是在九四红摊的 点上会的反送音箱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然后对于这家香港通力来说 应该是我第二次来了 上一次是差不多2008年左右 当时在广州演出见息的时候过来了 当时只待了半天 我记得我那次来买了 墨西哥厂着马丁吉的和一块 Lisex的DL4效果器 其实很久都没来了 我也没有正想的好好逛过这个香港通力前行 所以今天呢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在新的一年2024年 带着大家来看一看 香港通力前行的尖沙嘴总店 到底是什么样的 也欢迎这些和香港通力 有故事的小伙伴 把你们的故事留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边 同时再次祝大家2024年新年快乐 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 简单的预告一下 最近会发生的事 我的18 years life的现场专辑 已经发布了欢迎小伙伴们 去各大平台收听 对应的现场视频 也会在最近陆续的上线 紧接着就是2024年全新的成果群演 会在三月份开始 深圳 广州 武汉 西安 南京 上海 目前西安是这六站 咱们好 开始咱们2024年的第一期新节目 逛新航至香港通力 大门这开始 然后今天来帮助我的是香港通力 新航的艾勒 大家好 走 一级门 这边就是我电吉他的一个区域 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牌 这边就是这还有一个维修的区域 对对 我们是维修 尤其是有时候帮客人他买一些 其他需要微调一些闲的距离 这边都是fender 然后对fender有区域 还有可以试的 大家可以试 大家可以试 那这边就是一些 墨西个厂的一些文章 我记得是不是每年是不是有折扣的记 有有有 是圣诞节和暑假是不是 对对圣诞节 圣诞节暑假都有 最近有什么装修折扣 是啊有 是吧 是啊有 嗯 7折都会有一些特别标出来 有些就没有那么多的折扣 一些就是比较用门级的fender 就是它的一个副厂线就是square 还有就是现在这边 这边都是日分吧 对对对这些都是日分 现在卖的会比较进货比较多一点 一些签评款 好到这边的话就是 嗯 一些grash fender集团的是吧 对 其实挺适合玩什么rockability 对小众一点的玩家会喜爱这个品牌 他们需要一些特别的银色 那么到这里的话就是base的区域了 哦 专门有一个base的区域 对对对对 这些做旧的应该都是custom shop 对 它是custom shop的 现在也是有折扣啊这样子 还有一些就是签名款的这样子 但是就是一些美国的ultra系列 嗯 美超 对 我们还有一些base区域就是在另外一些 这边就全部都是把一些hender 都是按品牌分区的是吧 对对对都是按品牌 这base就算比较全的了 算是比较全的 嗯 就是base很全型号的这种店 能让大家试到见到 比较少 诶稍等我好像看到了一些 这个大家都很熟的 以前在我节目里都给大家谈过的 对对对对 它这两款就是 就是 jimmy page 对jimmy page 很有经验价格 就是 它其实这两款都是卖的 上面的话也是可以 不过就 就价格在专门 也卖 对对对 也卖 有不卖的吗 有 那这边就是啊 就分达custom shop 好了 全部都是啊 哎 还有这个 新出的这个 对对对对 你玩了吗 我自己还没 我们第一轮就卖的很多 很多人都买一块 非常好的综合 嗯 然后就接电脑在家里面 或者是带个耳机 嗯 在整个亚洲都会存在这个情况 就是你电子管音箱 你开不起来 对啊 就我们在家里的话 你可能开个大概三到四 一点 哇 非常大声 是 这些custom shop 现在做的都很漂亮了 对对 甚至远看 你感觉跟那些master build 没什么区别了 一讲 试起来还是有了 嗯 试起来还是有了 master build的话 的音色还是比较好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60周年的分的的的线量款 哦 那咱们接下来下一个区域吧 好 哦 这边是 那这边就是prs prs 这么多sewer sky 这边的话就是prs的一个区域 嗯 24就customer 24啊 还有一些wood library 嗯 这些的话就卖的比较 比较不错了 也有寒产的是吧 不是 也有se 也有se se就是外面 寒产没有 寒产 寒产已经是零几年的事了 啊 对对对 这个这个颜色的话就非常多人喜欢了 一般它就是蓝色 绿色 还有 它这个深蓝色 这个这个几个颜色就比较特别喜欢 嗯 那潘老师你自己有prs吗 有 我有一个ildmila的签名款 哦 嗯 还有sewer sky 今天最新的颜色都在在在这里 嗯 这个前我拍过特别多的视频 是吧 嗯 嗯 它基本上每一代我都会 当时要么是自己买了 要么自己找到了去拍 今年刚刚新出的那个dead spot那个呢 我们就卖完了 所以现在没有 哦那个你们也进了 我们进了 这第一批货已经全部到了 已经全部清了 所以现在要等第二批继续到 那个我前两天刚拍完一个视频 是吗 讲那个节目 但是我没有实情 我只是讲了 哎呀你们早就说 嗯 继续 到下一个区域 看11的话 也是可以拍 还有这个 今年的新的一个 嗯 对 这把手感非常好的 音色也非常好 这个形状也跟以前的不太一样 啊 它这里是新型款 对 这个前面小一点 是的 是的 是 这个型号叫special是吗 对 对 是二品格 这边的话就是se的sir of sky 其实我真的觉得 如果你对琴头这件事还好的话 这把琴头是很划算的 我觉得 是啊 那其实也很多 今天亚马哈的 哦对 这个好像特别火 是不是 是 为什么呢 我是说有一个动漫是用了它吗 是 他们在用是吧 因为p90这个实际器 然后就把琴头迅速卖得很快 很多不玩乐器的人也会买 对 对 看到esp的那也是很多动漫 嗯 太平洋系列是吧 啊 对 太平洋系列 它其实是做得非常不错 这个琴其实也是属于性价比蛮好的那种 这边都是不是日产的 是吧 这些都不是 哦 中国产的 对 亚马哈的bass我特喜欢 bb系列的 对 我觉得得好 就是那个bdk的话 它也是用亚马哈 我09年参加那个Asianbeat的那个比赛 那年的决赛在横滨 往后bdk还是评委 在演员嘛 所以他去当评委 是吗 对 会不会紧张 其实比的时候不紧张 但是就是有一after party 就是他跟我们一块带着唱mr big那些歌的时候 那时候是有点很激动的 是对对对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哪种happiness 对 超爱这个品牌 我自己拥有过的话 大概是48 这么多 都是签名款 签名款好 对啊 对啊 它比较漂亮 比较漂亮 ATZ100 是 那这个就是 Tim Hanson的最新的签名款的这一台 死亡之术 对 轻的印射我会比较喜欢 Clington的 对 Clington的我就比较喜欢了 就是整个happiness 我觉得都越来越 把轻的能做得很好了 对 它除了AEC那个系列之后 它轻的话就做得非常不错 国内朋友会比较喜欢这个RG系列 嗯 5172RG5172 其实Abbiness 这个爵士琴也做得做得非常非常好 是啊是啊 是老一代的 爵士大师 但是他很使用 George Benson啊 Scoffield啊 对 都是 Pan Matheny 另外两个签名款 哦 这是那个哥们 Tom Quill 还有Martin Miller 它就是现在就是一把七弦的 哦 这是那七弦版本的 对 比较新一点 Tom Quill 还有另外的一个了 嗯 另外的一个信号 哦 对 对 它还有这个 类似于Telicast的那种设计 那么到这边的话就是 四川播歌 嗯 对 今年的新款 比较新 还有就是那个手感很特殊 比较适合素坛那些东西 是吗 是 比较适合素坛 这边有好多 还有这些啊 骨头的 Ibanez也是有的 哦 对对对 这这这几个 Ishikar Ishikar 它是吧 对 有 有 有 它还有它自己不是无头的那个那个那个型号 哦 对对对对 这个 它还有一款这个 这个 琴头好像是 Ibanez好多年前就有的一个琴头 呃 那个叫叫 Tellyman AZES 这个卖的好啊 对啊 它 它 用门籍来讲的话 它真的非常 真的非常 基本上手感啊 颜色 我还有一个 ESP的非常特别的那个 那个那一把 要不要录一下 我们没有摆出来 哦好啊 嘿 嘿 然后我看了好多他们拍的那个内容 还是挺惊人的 他们的那个 是不是 这不是约头潮 对对对对对 对 我有看那个那个YouTube 这边都是各种Bass 哈 对 就是 Ibanez Bass 还有一些无头 像它的无头Bass 啊 这个 这把 嗯 这把就非常的特别 嗯 上面 纸板是拼的 对 没拼 嗯 这个还是七弦来的 底下Double 对对对 还有这个 也是经典 对 七弦 Btb 对 国内朋友也是非常喜欢的RG 它就是RG 普传统RG的感觉 实验器也是Dimacio 还有日产 这就很不错 这个介绍 那我们这边的话 EVH 都摆了这边 Eddie Vanhaven 诶 EVH是Finder那集团的吗 是 也是是吧 是Finder机 嗯 Ed Jackson EVH Cheffel 全部都是Finder 是 我们这边就是 Jackson Jackson 对 这都是我的小的时候 那会流行 heavy metal的时候的梦中的起 比较传统设计 嗯 如果是喜欢那种可能80年代的那种摇滚乐的话 就是这个音色是绝对要的 现在这些都是哪产的 像墨西哥产的 Jackson现在你们这有没产的吗 没产的全部都卖完了 是吧 对 因为蛮人气的 它好像是不是产量也没那么高 也没有很多 基本上就我们要收到订单 那我们才会订美美美国的Jackson 一般本人一年半到两年左右 嗯 那这边的话就是Voxer 哦Vox的鸡蛋 对 这个 我还真没怎么见吗 比较比较少重一点 比较有名的话就是空心 哦 Chevel 对 他最起来都是墨产的 嗯 这款的话就比较 比较好卖 在香港或者是国内朋友他都喜欢这个 这是Paul Gilbert的吗 哦对 我自己有两把都是Ivanus都是PGM 嗯 你自己弹起来感受 你觉得他的琴有什么不一样 素弹的话真的很好 琴琴的话非常的薄 嗯 有点宽 那如果喜欢练素弹的话的朋友的话 就那个那个就比较适合 嗯 就音色的话就看个人喜好 有些人就觉得他会偏担保 嗯 但我觉得就还行 那这边的话就是Ivanus的空心吉他 这个是AZ 对对 AZ的七弦 七弦 哦这一把 哦这是那个杨姐华裔的小姑娘 对 她的弹出风格就很特别 她以前应该弹钢琴的 对她说 她弹钢琴 刚造货 哦这边都打鸡月了 哦对 这边都是打鸡月 对 然后这里就是比较 我们的一些肉联的电子骨 电子骨国内流行 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流行的 因为可能我不太涉足那个打鸡月教育那块 但是他们现在还是更多的鼓励孩子们去打针骨 如果有条件的话 其实是不过打针骨的话就比较吵 对是就没那条件的可能就在家就会搞电骨 但其实打电骨跟打针骨是感觉就像另外一个乐器了 它需要一些很特别的演奏的方式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我们现在在考试的话就是那个 Roxwood也有电骨跟整骨的考试 在家里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厂店 那个说很厉害 哦这是静音厂 我知道这个 这个是鸡米厂 就是非常厉害的 小的音声 那我们去 好 宣宴那边 继续 看 下去 可以 哦 Richie Golan 对啊 哦 这把就是很多管理朋友都跑过来想要看一线 黄家俊 我小时候到现在他还是我们线 学吉他也是因为他们 对 这个真的影响了太多人 对 他这把琴是一个 才是日差 日分 对日分 日分 应该是80大概吧 我听说的话 下去他对于器材的话 能用就好了 嗯 就不他他其实不是那种 我要很贵啊 或者是很特别 但是他设的好弹 银色还不适应那种就 所以就可以 下面是花童 这也不卖了啊 对 君比Hendrix 看看这个编号是多少 六十六 好这边就是Sickfall之前的一个吉他组合比赛的一个做一些作品 自己画的是吧 对对对 刘晓龙 哦这个很漂亮 这块的这小花味 香港 他们都是得奖作品 真漂亮 这个比赛就很有意思哈 啊对 真的 真的 啊这把就是我非常喜欢 嗯 这漂亮 对 这个很香的啊 这把真的 啊对 他以前比较有名的一些啊 一些曲的名字啊 还有一些歌手啊都刻在里面 嗯 这是经典的 那这里就是一些啊 比较高端一点的真骨的套装 嗯 刘马 Yamaha 珍珠 他买的珍珠就买比较多 嗯 对 日系的这个骨的品牌做的确实是很好 这边其实是 滚月 有一个小包小包 这些就是国内朋友 非常喜欢买这个 这些品牌 哦 历史比较幼稚一点 大概一百一百多年的这个 嗯 他在法国制作的 按吉他来讲的话 他算是 Gibson 嗯 对 呵呵 好 那这边的话 就是一些 黑管 黑管 灯瓦 对 还有就是 直列的萨克斯啊 长笛啊这种 像这种的话 他就 这个品牌 我们卖的话 只要是日常的手工笛 嗯 会比较 多人买 嗯 这个就是春松 还有就是 口琴 这个弹吉他要会一点蓝调就不错了 是 架的不太好 对啊 边弹边吹 突然间想到一个旋律的话 就是用口琴吹出来就不错了 我自己就非常喜欢那个 Ale Smith的那个主唱 他口琴非常厉害 这边就是 元号 法国号 以前就是 长号的这种 嗯 好 这边大概就这样子了 好 好 好 那我们这边就是 电钢琴的一个区域 嗯 法老师你的工作室会有几台 钢琴 还是有电钢琴 我要用MIDI键盘 就用MIDI键盘 对 我其实有 但是自己家里的工作室太小了地方 没有合成器 电子琴卖 电子琴其实也是很有市场 这一款的电子琴就不要卖得比较好 对 这是偏向更初学的阶段 是啊 小朋友什么的 我记得小时候好像在国内还有电子琴的烤级呢 有 一层还是挺大的 我先从这边 这边开始 好 从这边就 接近一些 有一个区域啊 耳机啊 耳鞋啊 拉尼啊 播放器啊都在这里 现在比较流行的话就是这样种 这种 桑巴的这种 现在大部分都是连那个电视看电视用 哦 但是对 就电视相笔放在电视下面 它就可以有一种戏院的感觉 嗯 通你最早是不是195几年就有了 对 是吧 对 哦 今年71呢 是是 好久了 这边就是一些工方 轮机 对 这些轮机 好 这是一个永音室吗 这些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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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轮机 这边就音乐书籍 这个真好 说心里话 比起逛前行业 我更爱逛书店 对 真的是比较多吧 书籍的 一开始的话 就是一些 亚马哈 入门级的 历史的 这个印尼款 比较矮一些 体积比较少 不过卖的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它预长的 亚马哈钢琴 比较好 比如说是这一台 它这一台的话 就是它的钢琴来讲的话 在香港是属于适中 就不会太高 但也不算特别便宜的那种 这家里得有地儿才行 历史会好一些 臭和线 历史会好 臭和线还是可以的 一面墙就基本上 都是放这个了 那这台的话 就是亚马哈 它是卖的最好的直列钢琴 我觉得大陆可能会好一点吧 香港我这两天 我发现就是住房 那个面积实在是太紧张了 是啊 太紧张 地小人多 人均那个接触面积是很少的 三角 还打了你们的logo呢 对 每一台钢琴基本上都有的 这边还有一个小的 这台的话 就是一些自动脸皱的 一个三角钢琴 可能学校或者是一些 酒店会买这种 以前都是插磁盘的 现在呢 对 现在的话是用ipad 或者用一个线 都蓝牙的了 对 蓝牙 可以另外加装的也可以的 买了以后另外加上去 就是原厂的时候未必会有 然后这台就是奥地利厂嘛 刚刚说的这个Bositova的话就是世界名积第一 还有一个就是Standway and Sun 但是比较有名 基本上你去看什么演奏厅啊 或者什么钢琴 但是都会用那些品牌 最近的就是说深圳大剧院那两台也是我们卖上去的 上海音乐学院也是的 哦 但是它其实Standway就是说音乐学院一个指定的一个钢琴啊 哦 那下面进来的话就是这些和亚马比较高端一点的日常的直列钢琴 看一下开始就是欧洲厂德国制作它这个的话就是小众一点 但是呢它是其实时间的比较长 这是一百多年历史的这个音色啊各方面都很不错 百分之百每一个零件每一个螺丝都是在欧洲制造的 没关系没关系没事没事没事不怕出镜了就没事 这边就专门是Standway的了 那现在的话就是这台是Standway了 它是一个自动演奏系列 香港的话是卖的比较多的一台 因为它不是特别大 这个长度的话还有些地方可以进得了 有些这样你才是放的 对这个是没那么大 对所以这个就是卖的比较多的一个系列 好同一个系列就是有不同木头啊这样子 那它这台的话就是比刚刚那台就少一点 短一点这台还不大吗 这台不大了 这台是1米7刚刚那一台是1米8 教室系列就老师专用了那种 它的就只有这一个型号就是练琴了 不过只有它会有一些别的木材啊颜色的配置 哦Standway历史只有这么一款 对只有这一款 单单它有不同的版本 很多家里有没地儿但是想要一台Standway的只能买它了 啊是啊 就是说如果Standway只是这个 但是它下面那些波士顿的那些还是会有的呀 嗯 波士顿那个日本产的那个还是有历史琴 最高的就是132对吧 但是这一台历史琴就是说说真的 如果我们一般的一般人我可能消费不起 我还是只是买YAMAHA 是吧 我估计要50多万吧 要 对的 对 但是我买YAMAHA可能不用超过10万 我已经可以买到啊 所以说YAMAHA的U3U5 U5可能10万超过10万了 对吧 现在不用 现在不用 现在其实8万多的 对啊 那我如果买到U5的话 其实我都可以用到演奏机的呀 对 但是这个真的体验不一样 但是我实在没那种太贵了消费不起 确实是 确实是 好 好那这边的话就是刚刚说的Bossom 就是它四行为的一个比较平易经营的一个系列了 嗯 对 这台历史 它是比较少一点的一个 也是比较 比较卖的多 在香港的话 我这个型号就卖的多 它比较短 因为它只有U6 在这里放的话看起来不大 如果是一般香港家庭来讲的话 它我们就是可能大概300到400寸的一个客厅 那放的就占位就会很多 可能有些它消费得起的那种 它本身的房子就比较大 这一般人真消费不起这个 这个就得要住在半山那些就可以了 对对 他们家里有地方放这个 起码得是一别墅吧 对对对对 这台的话就大概 大概这台的话 在香港那一别墅就不是一般人能弄得了的呀 对呀对 所以基本上那些我们说一定是半山级别起的了 要么就去住珠山顶的那些 在30年前建的房子的话 在半山的那种还是可以放得了 嗯对 哈哈哈 当然它房子的价格更可怕 是啊 我听说车位价格都挺可怕的 对 就是说我们普通市区就是说我们住的一个住宅 那里车位大概200万 对 一个车位吧 对对 这个是普通的一个市民那种市区 哈哈哈 哈哈哈 好 这这一台就S系列了 嗯 就是那个YAMAHA的比较新一点的款式了 这台 刚推出的琴弯三角钢琴 所以说这个小女孩要找对象啊 哈哈哈 就是说找一个会弹钢琴的男孩的 我估计应该家庭条件不会太差 哈哈哈 那是这些都是从小开始的 对 有地方有钢琴 而且有这个兴趣慢慢分享几十年 现在有这条件 说听说家里有一台三角钢琴 那家庭条件应该不错 哈哈哈 对对对 怎么不弹了接着弹 好没有 太累了 那个左腿 给镜头了 哈哈哈 给镜头 谢谢 谢谢谢谢 哈哈哈 这边的话就是一件原历的T恤 T恤 这些衣服 好多啊 对 菜吧 对 肉菜用 肉菜也要遥控 对 stradle的 的 一些纪念品 哦 蛮顺的 嗯 哦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看过 这个steefi 嗯 我也是第一次看过 哦 steefi这个确实是从未见 对 小心地点 来到了木槿 他这一层 哦这间屋里都是泰兰 对对对对 这个房子其实都是刚装修了不久 这个湿度可以啊很舒服 对 用不同的木头啊 就是有什么特色啊这样子啊 这边的话就是一些湿板系列 4系 对 哈老师有泰兰的吗 有 我现在还有的是那个baby 然后还有国艺把GSM 哦对我看那个路径对对对 那会是baby 主要很小很Q那个气 唐昌或者是随便带的还其实是不错 是 他812就是比较整体的短一点小一点的 嗯 在高端来讲的话它是做的比较不错的 特别是他814 这是beway edition 这个系列就会比较新一点 嗯 对 就类似那种custom shop 他这个边上这个圈是黑色的 是啊 哦 但是这么包进来的 对 在里边啊 对对对 那个边的是直接是木头 然后再在这一层的话 再用那个珍珠壳 哎 tether也换达达里奥琴弦了 啊对 对 这是不是当年Miawe用的那个 啊是是吧 t5对 他是喜欢就是用这个这个这个系号 好 所以你看你kk系列啊 k现在是最高的是吧 他有一个的ps系列 那个那个presentation 那个就比较比较高 最高是那个 然后到k 还有一些就是custom 他那个的话都是预定下去这样子 914啊 这把是特别一点的 嗯 不是普通914 花纹的话有点不一样 嗯 这个边也是那种 对 普通那914就不是这几个没有这么贵 这个就很贵一点 特别一点 有没有 会不会因为他只把那个箱子 是是是 嗯是 刚刚说的那个ps 就是这这把 这把就是他现在目前最高的一个系列 嗯 嗯 价格也是最贵的 对 Euclid 哦 这 大概可能也要五六年时间 比较流行的一个乐器 啊 所以现在 学音乐也是 入门的卡 也都非常低 200多 是 就有一把了 这个Fujiyama 哦 这个 他这个牌子他有很入门级 就像这种200多 到美国Custom 10000多 几万块钱 我前一次认识了一个台湾的小小伙子 叫冯毅 对对对 是弹这个的 那个是真的很厉害 嗯 他真的一样 YAMAHA的木鸡 YAMAHA还是他做的质量是非常好 保持这个比较比较性价比的价格 琴弦 琴弦的区域 我们这里都是达达利奥啊 马丁啊 嗯 Elexia的话就是140块钱 刚刚说的那一款都花130 嗯差不多了 其实真的差不多 录音的话如果可以还是用这种没有动摸的 对对对对 然后演出啊 或平时的可能会 因为我最近正好在录一张新的不差点专辑 包括古典的琴弦 刚换了一套我前两天发那个社交媒体的 他有两套最新的古典琴弦 有一个说是新材料高把位音准会好一点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更传统的呢 噪音会小一点 我比较喜欢他们它的它的音色 嗯就这个琴弦我们演出每场扔了十套二十套的 就是给观众 啊哈哈 每场扔了 都是各种 你要是运气好的小伙伴看我演出一场 就是没准减俩的门票钱就出来了 哦哈哈 一些古典吉他的区域 我有一个老款的古典反正我记得 古典是下面的 这个包很小 对啊 就特别小 现在身边有个朋友演证会有什么需要和时的 然后它上面还带效果是不是 对没错 delay混响 有 有 这边的话一些中端的一些古典 就是单板 单面板 后面这边就是一个加拿大的牌子 这个勾顶 嗯 他们家做电箱做的真的挺好的 是啊是啊做的挺好的 这手感非常的不错 那外观呢就是挺精致的 非常棒 很薄啊 对 还有但是Fishman pickup 就是你在家里弹也不会太吵 嗯 Taka Mini呢 这台呢 它是日常的 然后也是带电箱 下面的话就是一些 就比较入门级的一点 以前 也是Taka Mini 哦 Ibanez还有这样的古典吗 有有 它其实 Ibanez做吉他类型的话 它是比较多的 什么类型 比如说初雪啊 尼龙啊 钢弦呢 电吉他它是有很便宜 也有 但去到很贵也是有 这里的话就是一些手工西班牙的一些古典 嗯 好像这种 这个就是手工 就价格贵一些 对 它就是可能就是一年来不到几把而已 最近还是对古典提的挺着迷的 这种的话 它是红松面板的话 音色就没有那么亮 不要暖一点的音色 你亮一点的话就是云上 嗯 好 这个就刚说的 Taka Mini 60周年 比较独奏的一个琴应该是 对 高音 比较只注重弹高音的部分 嗯 这边的话就是一些 刚刚也是 PRS SE吧 这是 是SE的 它其实手感觉是很好 小筒型的 对 流行 现在流行 女孩子比较喜欢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这样 对 Gracia 对 这个的话就是 这是托梅艾米纽签的吗 对 这是它签的 还有这个开了 给我们公司做的 哦 海鸥耶 好久没见到这牌了 它其实做的也是非常好 不过看各样的 有些人就不喜欢它轻偷 太瘦了 是 它们也是同一间公司 也是Galding 海鸥也是Galding做的 对 嗯 这个特别有名 对 特别有名 那个 我自己就有这一把 它有空心跟磁心 空心 这个是磁心 有空心 对 我最近演出用了它 对 用这个 嗯 这个的话 它是真的 我觉得它们这真的可以 为什么可以做的这么便宜 对 而且双烟很好 手感 什么各方面都很好 对对 但现在其实它最贵的是这把 金银绳的 金银绳 这是印尼厂的 这也没有很贵 没有很贵 对啊 所以我就好想它怎么可能 说它这么便宜又这么好的 对 它们只是可以 那今天还是有些新款 就是有个蓝色 还有一个粉色 对 我还挺挺期待那个粉的 是什么样的 哟 acoustasonic 这琴我也拍过 我买过一个那个paisley的 画面粉色的paisley的 这个琴其实挺有意思的 但是最近它们好像出了一个后香题 是 最新出的 所以到时候听听看什么样子 现在就试一下 都是这个系列的 有些不同的配色 就是这样 哦 Taka Mini Taka Mini 比较新的一个系列 薄群体 嗯 日本产的 这种和这样的比较多 对 对 还真的挺多 对 比较特别的一把 这个是去年 去年一个新的 今年的下两年是出了 不过这还没到 2014 它每年都是出一把 去年就是这个了 它镶嵌的 对 每年都不一样 到马丁了 到马丁了 马丁的话就是 我上次来香港东西就买走马丁 就是墨西哥产的 对 就是它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尝试用一些新材料了 是 不过如果是喜欢怎么说呢 其实传统音色的话 这马丁还是还有它的特色 那就你奔那边看 奔那边 筷子里来看 肯定的了 这边 待会儿有时间去看一看那个D200 好呀 还在呢 那是牛 哦 这是Modern系列 对啊 这个就是我 不是的 不是的 我自己画在那个位置 这有新的 公路系列 比较薄蜻蜓 还有弹高把位的时候就比较 比较薄蜓 是 我能弹的吗 嗯 高把位应该很好弹 很好弹 真漂亮 我们这边是合成器的一个 既然用的MIDI Keyboard的话 就是用Atrulia这个品牌就用的比较多 苹果的话朋友的话就是这种 iRig这种会比较多 你自己用有没有是罗兰吗还是 对 对 就那个 哦这个 对 我就在家就用这个 地方小就是用它比较方便 你自己会不会买个非常短的 比如说你带出去 也有一块个的 但是比起带一个小键盘 我更愿意带一个小吉他出门 也是了也是了 这是录音的一些麦克风 音频产品 对音频产品 那你自己你会比较喜爱是用什么牌子的麦克风 你要说手肯定是 舒尔是最熟的 因为从小用 但我最近这几年的现场我都会带三支话筒去 会试 因为其实我们的演出它的场景变化还是很大的 就各个不同的live house 其实我真的试哪个声音今天更合适 那可能58真的比较稳 58是一个最标准的 比较稳 对 这之前是很神奇表演的 嗯 这我也有一台 这台 这台就比较多 录音师会比较用 然后分等8 这个就分等8的手感都会比较好 配重 对配重 是的 我以前还有台这个 对 它是经典款的 这个 好上面在DX的话也是经典款 那我也有最右边那个 DX对 因为我特别喜欢DX7 因为有一段时间特别沉迷做那种 CDBUB风格的那种音乐 当时弄了好多 包括我买的那个原年的那个Juno106 七八十年代的日本 那种音乐 它这个就你喜欢的音色就一定要有一台 对 可能Nord 对 那它经典款的话都就是这些 Stage 也没需要多介绍太多 对 你们这东西还是真的蛮全的 这边的话就是一些录音的一个设备 拍视频的话这种这些也是 这个其实蛮方便的 就是它能接卡农 这个 对 因为我见到很多人现在玩那个Podcast 玩播客什么 移动的出去到户外 或者到别的地方录音 他们就会带一个这种东西 记者 记者也是 然后接来和放台 好 对 这些了对了 这个的话就是YAMAHA比较经典的一些 一些电听喇叭 我自己是用这台的 一些Mixer Rennyman 不错的 真的真的挺不错的 有模拟台吧 对啊 主要是挺便宜的 是啊 他好处就是真的他这个永远亲民一点 现在呢我回到自己的工作室 为大家录这个结尾 其实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紧张啊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能够更完整的去逛这个 香港通力 哪怕他只有四层 四层我们都没有去到 都是关于一些教育培训的部分 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真的去谈 但是从大众乐器来讲 香港通力的乐器无论是种类还是品类都非常的全 然后整个的这个体验的过程也让我觉得 香港通力是一个特别包容 让人感受挺温馨的这么一个地方 一直以来香港通力也有投入到很多工艺的音乐相关的事业里 所以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我觉得去一趟香港通力玩一玩是蛮好的一个选择 半张稿同样转也很方便 那么在节目的结束之前 在这要祝大家 2024年 农历的龙年 新春快乐 合家欢乐 身体健康 2024 裁员广进 大家都一切顺利 我现在也在筹划新的一年里 要为大家拍摄的 无论是自媒体节目 还是我的全国巡演 还是那些唱片的计划 目前我的18 years life 已经在全网都上线了 大家可以来听到 并且在大年30晚上的9点 会在全网上线这一场live的完整版视频 欢迎大家届时来收看 那么紧接着三月份也将开启全新的我的全国巡演 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的更新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儿 爱音乐爱立动爱分享 重新定义我们音乐的关系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片尾还有彩蛋送给大家 对于喜欢乐器的人 香港通力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 其实现在很多人会强调就是说 他很怕乐器或者品牌的讲故事 也许因为这些故事就可能会溢价 我想说的其实是 如果我们都能真正的热爱音乐 从而通过我们手中的乐器 书写我们自己和这些乐器的故事 也许才是我最想通过这些视频节目 传达给大家的 刚才我还去了办公室转了转 然后看到了一些他们的收藏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